哈喽小公司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最近购入的小东西 首先是这个baby bay的礼盒 里面是一对耳环 加一个项链 很饱满的桃子的形状 上面镶满了粉色的告石 还搭配了一片绿叶和一颗被猪 非常精致可爱 现在天气暖和了 很适合带这种粉粉嫩嫩 很春天的饰品 跟朋友们一起出门 插青啊出去玩 桃子是我最喜欢的水果 好戴好了 好看吗 好看 然后它还有一个项链 桃子形状 这个项链有一个小设计 我特别喜欢 就是它尾部 一个这样的小银球 这个圆环是跟这个小银球在一起的 调节松紧会非常的方便 拉动这根链 可以调节长度和松紧 不用来回取下来很方便 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颜色 比较清新 比较鲜艳的衣服 搭配或者简单的白色也可以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服装来选择它的长度 是一款非常百大的项链 好看 下一个毛哥平老师和中国国家队的一个联名礼盒 之前就听说毛哥平老师化妆技术很厉害 它的化妆品也很厉害 我之前买过一个他们家的鼻影刷 我觉得很好用 这种 包装是非常正能量的 配色也很具有中国特色 这一盘是一个眼影做花金药五色眼影盘 上面有他们的水花的花纹 几个颜色也是比较日常和百搭 感觉跟这个桃子的配饰也很大 还有唇膏 柔物唇膏 这是西林腰色号 感觉不是特别红 比较适合通勤 很日常的色号 还有一个渐变腮红 什么是渐变腮红 是脸上渐变 是一款带有一点细闪的腮红 然后这个颜色很嫩 稍微脾气色的那种 不会让你的妆感很重 这样的颜色 OK 下一个也是一个联名款 是YONI的一个联名礼盒 它的价位是我觉得比较适合学生导 比较适中的 哇 首先是有一个镜子 哇 可爱 其实口红 感觉只要看包装就能知道里面的色号 这种包装我觉得非常的神经 挑一个跟今天我涂的这个颜色 比较接近一点的感觉 很可爱的一只 像草莓色 让人家出了很多颜色很好看的唇釉 这一款的颜色也比较鲜艳可爱 很提气色的一只口红 剩下的两只 一只是偏橘色调 一只是偏粉色调 我觉得可以用来叠涂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小红书